未来指出了努力方向 我们主张中国复官和入室谈判历史15年 环顾当今世界国际规则受到冲击 多边机制面临挑战 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中国的答案是明确的 我们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多边主义的践行者 面对贸易摩擦 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平等对话与协商 按照规则和共识与妥善解决 中国不接受讹诈 更不惧怕施压 中国采取的立场 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也是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 维护国际规则秩序 维护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 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绝不会封闭倒退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也不会高筑壁垒 准入的门槛只会越降越低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学起手来 支持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 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 共同构建人类的民运共同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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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